副社長 然後我們兩位Manager 然後我們馬來西亞的領袖 還有我們馬來西亞的愛家人們 大家晚上好 你們很累吧 不累 太好了 真的我覺得你們一直在底下給大家給別人鼓掌 真的需要有人給你們鼓掌 因為你們堅持不懈 然後一直在這裡努力學習的精神真的是太可貴 讓我給你們掌聲一下 你們認識我嗎 認識 認識嗎 有 漂亮都認識是不是 謝謝 我正式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來自台灣的黃玉元星光大師Star Master 在這裡跟大家問好 現在出去說我是玉元星光大師大家不太認得 但你只要說我是黃家三姐妹 喔喔喔那個我知道這樣子 所以現在呢這個就是一個品牌形象 講到黃玉元就會想到這個黃家三姐妹 然後就會想到愛多美這樣子 我們努力打造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好那今天呢謝謝馬來西亞公司 我收邀來分享我的成功之路 要分享成功之路以前呢我就想要先問一下大家 你們對於成功的條件跟定義是什麼啊 怎麼樣叫做成功呢 在小學的時候我覺得考一百分就是成功啦 到國高中的時候啊要考到一個公立 這個全市第一名的高中才叫成功啊 再來呢畢業之後要考到一個好的公司 應徵到一個好的公司才叫成功啊 進了公司之後我們要努力的升職加薪才叫成功 我們一輩子都在想我要成功我要成功 那到底什麼樣叫做成功呢 賺越多的錢越好嗎 其實這樣子呢我覺得是沒有盡頭 賺很多的錢當然是好的 但是到底要賺多少錢才叫成功 這個我們誰也說不準對不對 所以玉元後來想到了對我而言的成功是什麼 就是可以去滿足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色 我認為這個就是你人生的成功 那每一個人的人生角色都不一樣 我就舉例我自己好了 我現在呢是兩個小孩的媽媽 所以我的人生中有一個稱之為母親的角色 那怎麼樣算是一個合格的母親呢 首先我認為要有很多時間陪伴你的孩子 再來其次呢孩子想要學才藝 孩子想要買樂器要不要買給他啊 要嘛你如果說哎呀家裡沒錢 這樣子就阻礙了孩子的興趣跟夢想對不對 好那就不是一個成功的父母親的一個角色 好那除了媽媽之外呢 因為我已經嫁錯人妻嘛 所以我是我另一半的另一半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去培養 夫妻之間的關係 有很多的夫妻為了金錢的問題經常的爭吵 那麼在這個時候如果身為女性角色的另一半 我可以不要去增加我老公的一個負擔 經濟負擔的時候 那麼我們兩個的關係是不是會很好 我們從來不為錢吵架 再來第三點 我現在呢是因為嫁給我老公 所以我是我婆婆的媳婦 我也是我父母親的女兒 好那正如剛剛我的姐姐 玉如鑽石大師說的 她希望她在校道的部分 就是要盡量的可以陪伴家人 可是各位啊 如果你是一個在上班的人 你有沒有可能每天請假陪你的父母親 不太可能對不對 再來如果你的父母親生病住院了 急需一筆醫療費用 那你要不要拿出來呢 要吧對不對 你總不能讓父母親自己 啊要出院了還要自己去辦出院 還要自己繳錢 那就不是一個成功的子女的角色 再來我現在呢是一個愛多美的領袖 雖然我自己已經是Star Master 可是我有很多的夥伴需要這個位階 他需要繼續的努力 那麼我要不要協助他們 當然要 所以我同樣的是一個愛多美領袖的角色 好那再來我要不要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很多人一生都在追求成功 可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好所以把自己的每一天過好 今天很多人喜歡問嘛 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了 你今天要做什麼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因為我今天是愛多美的Star Master 如果明天就世界毀滅了 我也沒有任何的遺憾 因為我想做的事情 我現在都可以去做了 好但是呢講那麼多 其實你們知道要滿足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色 很重要的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你要時間自由 第二件事情你需要財富自由 講來講去啊離不開一個錢字 但是育人也不是現在齁 就是從小就知道說啊錢是很重要的 坦白說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認為錢是一件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怎麼說 因為在我小時候我的父母親都非常非常的會賺錢 所以他提供給我們三個女兒的教養 都是婦人的教養 你想要什麼東西我都買給你 你要買而且要買最好的 然後呢哇你 我印象中我小時候住的房子有跑出來嗎 就是這麼漂亮 就是父母親都是精心設計過的齁 真的是把女兒當公主在養 然後念的呢也是私立的學校 然後呢這個每當過生日的時候 他就會幫你請你的好朋友來 然後大家一起幫你吹這個生日蛋糕啊 然後幫你唱生日快樂歌 我小時候真的覺得我過得跟公主一樣 而且我覺得我會一輩子都跟公主一樣 但是人生就是沒有這麼平順的啦 真的就在某一年民國八十幾年吧 一場這個經濟的崩盤 一個股市的崩盤 讓我們家徹底的從有錢人變成沒有錢的人 沒有錢的人還是客氣了 我覺得應該是徹底的破產了 爸爸因為股票失利的關係齁 所以我們家就是整個天翻地覆的一個改變 那麼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齁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說得很清楚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這個黃俊卿Royal Master的成功之路 他是第一集 我呢今天是第二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回去看看 第一集在講什麼這樣子 那麼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家庭的經濟破產了之後 對我來說的影響是什麼 有一天我的爸爸就跟我們說 欸這個小圓小如小韓啊 我們明天要搬家了 我們那時候很興奮 因為都過著好日子嘛 要搬去哪裡 喔我爸就說要搬去一個有院子的房子 我們想喔有院子的房子好啊好啊 沒有住過有院子的房子 我那時候對有院子的房子的期待是 右邊這個圖 但是當我們開車開到那裡的時候 出現的是左邊這個 我甚至懷疑這是一個房子嗎 這個有人住嗎 但是我們家就從這樣子 然後搬進去了這樣子的一個房子裡面 那麼最意外這個結果的應該是我的母親 因為我的母親那個時候剛好去美國留學了半年 出國的時候啊我的爸爸呢 住著百坪的樓中樓 然後開著奧迪的轎車 長得還算是帥 半年之後回來啊 我爸爸開著迷桑的轎車 然後帶他回到我們剛剛這個有院子的房子 然後人也憔悴了很多 如果你是他的太太 你會不會覺得很意外 人生的挫折來得這麼的突然對不對 好那就這樣子我們家就開始了 整整20年沒有辦法翻身的命運 那對於我們小朋友來說 我開始有一些不敢接家裡電話的問題 因為家裡會有非常多的高利貸打電話過來催債 一接起來就是叫你爸爸趕快還錢 不還錢的話我就去你們家找你 高利貸有沒有真的來我們家找我 還真的有 他們闖進我們家把我們家的家具都給搬光了 我跟我姐姐跟我奶奶三個人坐在地上哭 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 然後再來呢我變得不敢上學 不敢上學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我的父親在愛多美為什麼成功嗎 因為他太會列名單了 從他的這個經濟出問題之後 他開始列名單 列什麼的名單 借錢的名單 列到我的即任導師的頭上來了 好 那因為當然也是因為老師跟我們家的感情是蠻好的 但是因為太久沒還錢了 老師會不會不高興 也會 他就說 黃遠我告訴你 叫你爸爸趕快跟我聯絡 不然的話 我也會去你們家找你 或者是我把你的事情告訴學校的人 那你會不會害怕 很害怕 那當然 那時候爸爸買房子的時候 身為寶人的我母親 也因為這樣 在這個公家機關 因為爸爸還不了錢 所以他們就會扣寶人的薪水 那爸爸媽媽也因為這樣子 非常常在爭吵 那他們最後的協議就是 等到我們三姐妹都結婚之後 他們就要離婚了 但是這個故事的最後 跟董事長的故事一樣 現在他們還要離婚嗎 沒有要離婚了 他現在當他的皇家夫人 當的非常的開心 好 那這個小時候的故事呢 對我來說的影響 非常非常的大 我把這一切 我們家庭的這一切問題 歸咎於是 爸爸的理想太不切實際了 他在二十幾歲三十歲的時候 剛生了小孩 他就想著 他要財富自由 他要時間自由 他要有時間陪他的小孩 所以他開始不停的做 股市跟保險 失敗了嗎 失敗了 所以我認為 爸爸這樣子的一個想賺錢的想法 是不對的 反觀 後來是因為媽媽在公家機關 穩定的工作 然後才保留我們家 他後來帶我們去住這個醫院的宿舍 以至於我不用一直住在那個很破舊的房子裡面 然後一家人包含我的爺爺奶奶 也不至於要流落街頭 好那我就覺得我人生就要以我的母親為一個model 我們女人要靠自己 我絕對不要去相信男人 所以我就開始非常非常的認真的念書 然後因為沒有錢 所以不能再念私立學校了 所以我必須要考上好的學校 甚至我可以拿到獎學金 然後在大學畢業兩個禮拜之後 我就立刻的應徵進了台灣台北的一間公立醫院 然後就開始認職了 好那時候我幫自己選擇的工作 是職能治療師occupational therapist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這個行業 但是這個行業它因為是在醫院工作 所以它的收入非常非常的穩定 我這邊是講新台幣 所以大家可以幫我計算一下 我那時候每個月的月薪水是五萬塊新台幣 然後每兩到三個月它會再發一次這個紅利獎金 然後每年呢都有一次年終獎金 大概十幾快要二十萬 所以我這樣子算一算 我每年的這個年收入啊 大概有一百萬新台幣 我也稍微算了一下馬幣 大概就是14萬馬幣到15萬馬幣 這樣子對你們來說算多嗎 算多對不對 至少那時候對一個單身女性的我來說 我覺得一個女生才剛畢業就可以拿到 一百萬新台幣的一個年薪真的是相當的好 再來呢醫院的環境非常的穩定 像之前COVID-19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倒了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企業對不對 但是大家有聽到醫院倒閉的嗎 沒有嗎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只要這間醫院不倒閉 所以我就可以永遠一直拿著年收入一百萬的薪水 好那再來呢現在有很多AI智慧都出來了對不對 好那很多人會擔心自己的工作會被機器人會被AI給取代 但是像我們這種比較具有專業性質的工作 是比較不容易被取代的 好所以終於我認為 有了工作的我 有了穩定工作的我 終於脫離了家裡那樣子的一個經濟噩夢 但是噩夢結束了嗎 還沒有 怎麼了呢 有了穩定薪水的我 就變成我爸爸的名單之一了 真的是每天下午我最害怕的是三點半 因為台灣的銀行是三點半關門 他每天有嘎不完的支票要趕在三點半以前嘎進去 所以呢 大概每一個月他好像知道我哪一天發薪水的樣子啊 打電話來 欸小元啊 那個爸爸這個月還差三萬塊 你幫我匯一下 每個月每個月都接到這樣子的電話 後來呢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就跟他說 爸爸我一個月才賺新台幣五萬塊 你每個月就跟我借走新台幣三萬塊 那我根本沒有辦法存錢 我爸爸跟我說 你以為你每個月借我三萬塊很多嗎 他說這三萬塊 只是他其中一筆債務裡面的利息而已 根本沒有還到本金 那大家試想看看 對於一個社會新鮮人來說 這樣子的一個 你明明對自己的收入很滿意 可是一直被借走一直被借走 那感覺真的是相當相當不好 而且對人生是絕望的 好那後來呢 你說沒有辦法借太多錢沒關係 後來他就說 那你去銀行貸款好了 因為在公家機關工作 貸款其實很簡單 好那貸一間三十萬 貸兩間三十萬新台幣 我大學畢業還沒有一年 我就已經成了負債百萬的一個社會新鮮人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只要看到我爸的電話 我是害怕的 我根本不敢接 因為我知道即便我已經幫自己找了一個好的工作 好的薪水 我還是沒有辦法改變我們家的人生 但是你們說我爸爸不努力嗎 其實他沒有不努力 他在這二十年之間 他從來沒有放棄過財富自由的一個念頭 他大大小小的經營著很多間不一樣的直銷 他就是一定要在這個領域成功 他才甘心啦 直到有一天我爸爸拿著一盒保養品出現了 你們知道接下來我要講的是什麼故事了嗎 我們家終於要遇到愛多美了 有一天我爸爸拿著一盒那個時候的六建組 跑到我們房間 你們猜猜看這盒保養品多少錢 我跟我的姐姐妹妹們這樣子看了一下 包裝很漂亮 然後又是韓國製的 我們那時候就猜應該要新台幣五千到六千塊吧 結果我爸爸很開心的說 欸不用喔這一盒啊 兩千六百多塊新台幣而已 我們就說欸不錯欸哪裡來的保養品 可是想想不對 爸爸會拿回來的保養品 只有什麼品牌的 只有直銷品牌的 自從知道這個東西是直銷品牌的之後 就算它再便宜 我們也不會想要就是多關心這樣子 可是我們有發現 爸爸這一次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以往它要開啟一些直銷公司啊 它要先借錢 因為要幹嘛 囤貨買產品 或者是買一個經營資格對不對 可是愛多美需要嗎 不需要 好後來我們就很好奇 欸爸爸你不是說你在經營那個什麼美 什麼愛多美嗎 你怎麼沒有買產品回來 他說有啊 你沒有發現你們的沐浴乳啊 你們的洗髮金 都換成這個牌子了嗎 我說喔 那不用買更多嗎 啊不用 這個事業是不需要囤貨的 還有一個奇怪的點是 我爸爸從來沒有希望我們三姐妹 進入任何一間直銷公司 但是在愛多美 他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加入 一起經營 這一些呢都是爸爸以往 在參與一些直銷事業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再來呢 他在各個場合都會大談特談 有關於愛多美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一起吃飯 明明沒有在講別的事情 他就是可以講到愛多美 然後呢我們試著把話題拉走 他還是可以拉回來繼續講他的愛多美 然後因為我們都不想理他 他最後就拍了桌子就說 我保證以後 你們都會跟我一起經營愛多美 但是那個時候的我們啊 根本沒再聽他講話 他講的什麼事情 我們都是這個耳朵進去 這個耳朵就出來了齁 但是說真的我們有隱隱約約 感覺到爸爸這一次 提起這份事業的這個興奮度 跟以往完全不一樣了 那個時候愛多美 根本都還沒有進入台灣 但是他好像就已經看見 他即將要成功的一個光芒了齁 那再來談談預言自己 為什麼開始接受了愛多美 因為我本來是不用愛多美產品的 我是一個品牌迷思很嚴重的人 我覺得要用在臉上的東西啊 至少要一千塊新台幣 大概兩百塊馬幣這樣子的東西 才可以用在我的臉上 所以我買的保養品啊 雖然沒什麼錢 但是我保養品都要買最貴的 那個時候我記得 我有再用一個叫做 玫瑰保濕噴霧的保養品 大概一千多塊台幣很貴 那每次噴完呢我就會很捨不得 可是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就會再去把它買回來 每一次都是這樣一千多塊 一千多塊的把它買回來 一直到有一天 我的這個玫瑰保濕噴霧用完了 可是我還沒有時間去回購 我就在家裡開始找有沒有類似的產品 後來呢就在我爸爸的桌上看到了這個產品 大家認識嗎 玫瑰舒緩噴霧對不對 好 那我就想說 玫瑰舒緩噴霧 玫瑰保濕噴霧 應該是很類似的吧 我就把它拿起來 就這樣噴在了臉上 你們有噴過嗎 那個噴完的感覺驚為天人啊 我以為我自己走在森林裡面 然後有水氣向我襲來 那個感覺好舒服 那個感覺是我之前 就算用很貴的品牌 我也沒有感受過的那種舒適感 後來呢我就把它這一罐啊 就把它拿走了 然後呢就在我的臉上開始做使用 一個月下來你們知道嗎 它的效果完全就跟我之前買的那個貴的牌子 一模一樣 從這個產品開始我發現 其實不見得貴的東西才是好的東西 便宜有沒有可能會有好的東西 就在哪裡 就在多美 後來我也靠著這一瓶玫瑰舒緩噴霧 直推了我的人生的第一個會員 一直到現在 我延續到馬來西亞也有我的會員 這個就是這個事業的魅力 好 再來改變我的第二點 就是我們的普漢基董事長了 有一次我爸爸就希望我們三姐妹可以一起去參加成功學院 那我們三個就想說 反正就當戶外教學啊 出去外地走走也很好 所以我們三個人呢就一起到了成功學院 但是說真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那一次是第一次來的 我第一次去成功學院的時候 眼睛關起來耳朵關起來 我什麼都不想聽 那所以他們在講什麼公司介紹 產品介紹什麼我都沒在聽 因為我認為我不可能經營這個事業 所以我不需要了解這一些 但是呢一直到吃完晚餐之後 普漢基董事長的影片開始播放了 那個董事長的影片很有趣 大家認同嗎 很有趣 他講話就是很有張力 很戲劇性這樣子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們普漢基董事長講了一句話 不要用你的收入去決定你的生活 你應該要用你想過上的生活去決定你的收入 所以那個晚上呢 董事長希望我們可以把生涯規劃給寫下來 好啊 那我就想說反正那就來寫寫看嘛 寫好玩的也好 所以我就開始想 如果呢 我每個月啊 可以給我爸爸十萬塊 那時候我們家就不會過得這麼辛苦了 那如果我想要買自己想要的包包 然後我想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這樣幫自己都寫滿滿的 哇 不寫不知道 原來我一個月 需要二十幾萬新台幣 才能過上我人生不會後悔的生活耶 可是那時候我剛剛有講嘛 我在醫院一個月的收入 就是新台幣五萬多塊 五萬多塊跟二十幾萬這件事情的落差 讓我開始對平凡的工作 一成不變的生活 感覺到出現一點點的疑慮 難道我黃玉媛這一輩子 只能在這間醫院裡面 每個月領著五萬多塊的收入嗎 我本來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滿意的 但是在寫完生涯規劃之後 我的內心開始躁動 開始激動 我開始覺得我要賺更多的錢才可以 好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呢 就迎來了父親的一個成功 他帶著我們一家人呢 去參加了玫瑰大師的旅遊 但是在參加這個旅遊之前 我的內心其實從來沒有說出任何 我的內心沒有說出任何原諒他的話 我還是在責怪他 讓我們家這二十年過得非常的辛苦 好所以呢 唉 我以為我不會哭了 好 所以其實我真的不認同他了二十年 因為我把我們家這二十年來的遭遇 都歸咎在他的不願意好好工作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在那個旅遊上面 他們希望我們可以說出對父母的感謝 我還是說不出口 好 那我也很難 就是很死鴨子嘴硬大家知道嗎 也不願意說出啊感謝你為了我們家這麼的努力 那我後來就想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 自從我們家發生了一個經濟上面的變化之後 我就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過出我自己的人生 但是最後事實證明它還是對的 就這樣子一個擁抱我也沒有多說什麼 但是就化解了我們婦女二十年來這樣子的一個心結 好那這位皇家大師呢也就從這個本來很失敗很聊到的老先生 搖身一遍變成了我們這個愛多美的Royal Master 現在呢他也買到了他自己喜歡的房子 然後他自己喜歡的車子 而且一買再買一買再買買不停這樣子 變化很大真的很幸運 對我們家來說還是等到了翻轉的這一天 但是真正二十年啊各位真的是太長了 在這段時間裡面呢我跟我媽媽很擔心 我爸爸會為了他自己的債務去犧牲掉他自己的生命 因為只要結束掉他的生命 我們就可以得到千萬保險金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從來沒有一刻放棄過他自己的人生 那我也曾經問過他 如果人生再來一次 你終究還是在六十歲的時候會遇到愛多美 你願意 但是你就是要過二十年這麼辛苦的生活 你願意嗎 我以為他會說他願意 因為他對愛多美的狂熱已經到了我們沒有辦法想像的地步 但是他說他不願意 所以各位如果你們在年紀輕輕沒有遇過任何人生的傷痛 就遇到了愛多美 那麼你們真的是相當幸運的 但是如果你跟我的父親一樣 你正在讓你的兒子女兒你的妻子你的老公 遭遇跟我過去一樣那樣子很痛苦的人生 那麼你更應該要好好的抓住你眼前的機會 因為愛多美就是一個為了愛的人而奮鬥的一份事業 大家說對不對 好接下來要講講有關於我自己啟動的故事了 看懂了愛多美認同了愛多美也認同了父親之後 我開始努力我自己的愛多美 但是啟動三個月之後我發現我自己的業績 是沒有很明顯的長進的 我覺得很沮喪我覺得我做錯選擇了 我怎麼會傻到要加入愛多美 愛多美我根本做不起來齁 我天天喔在家裡看愛多美的那個VOD 看影片學習 我天天都把愛多美的產品往自己的臉上用 我把身邊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同學都加進來了 為什麼我的PV沒有進來 我覺得很很奇怪 因為我以前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我只要說我們要不要來買什麼 大家都會說好啊好啊跟你買 但是為什麼我在愛多美沒有辦法做到呢 後來我發現發起團購 或者是把產品賣給身邊的朋友這件事情 是沒有辦法在愛多美致富的 今天我要在愛多美致富 我要的是會員持續性的消費 跟要有一個跟我志同道合的人 幫我把愛多美這間分店開到更遠的地方 分享給更多的消費者 我才有可能真正的成功 所以我開始檢討我自己的問題 如果你跟我一樣 當時一樣是新進的經營者的話 大家可以聽聽看我的問題會不會也是你的問題呢 第一個我沒有辦法拋去我過去的身份 因為我以前是在醫院擔任職能治療師 大家看到你啊那是一個相當的尊敬 東一個黃老師好西一個黃老師好 讓我覺得自己活的其實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人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我要去追會員我要去拜託他每天 是不是可以給我一點點的時間聽我講愛多美 好然後再來呢我還是糾結著愛多美是直銷 那既然愛多美是直銷我怎麼可能會做直銷呢 好再來產品自己用但是別人是沒有感覺的 然後再來每一天呢我雖然都很認真的在看影片 但是我沒有辦法應用在我自己的事業上面 後來呢我就開始為了這些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癥結點開始找答案 後來我發現幫大家統整幾個重點啊 第一個大家一定要多跟已成功者做互動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這個照片上啊 上面的人不是星光就是皇家 不然就已經是王冠大師了 這些人的頭腦裡面裝著多少有關於愛多美的策略 大家知道嗎 那麼要在哪裡可以遇到這麼多的成功者 當然就是成功系統 今天不管你是私底下去跟領袖做互動 還是你只是聽著他在台上的分享 只要他的一句話可以打到你 那麼那個成功者的思維 就進入到各位的腦海裡了 所以多跟領袖互動 多跟成功者互動 甚至不一定要領袖 只要他在愛多美經營上是稍有心得的 你都一定要積極的去跟他們做互動做交流 好那後來呢交流互動的結果 就有前輩跟我說 你好你好像還是沒有放下愛多美 就是直銷這樣子的一個成見 我建議你再去多了解一下 愛多美的價值是什麼 所以我開始改變我的心態 愛多美不是直銷 愛多美是真的可以幫助我們家 翻轉人生的一個幫助人的事業 我舉一個例子 今天呢如果你走在這個火車站好了 你走在路上 你看到前面的小姐的包包都打開了 錢包快掉出來了 各位會怎麼做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會趕快追上去說 小姐小姐你的包包拉鍊忘記關了 對不對 好但是這個是幫助人的事情 你有沒有可能會 蛤我不要我不要去跟他講 喔不要我又不認識他會這樣嗎 不會嘛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的人還是會很熱情的去做這件事情 那麼愛多美今天也是一樣啊 我們家靠這個翻身了 如果你們家很需要錢 如果你跟我一樣想要在這個 這個市場的價值上面賺更多的錢的時候 你要不要跟著我一起做 要啊這個事業這麼棒我一定要分享給你 好再來呢 就算今天你還沒有成功 因為有些人會說啊那是因為你們領袖成功了 你們講的話別人才會聽 我建議大家 還沒有成功的人 你也要拿出成功者的自信跟那個姿態 你的穿著要像成功者 你的氣場你的態度要像成功者 那麼你跟誰學習 像我剛剛講的 跟已經成功的人學習 他們穿什麼他們說什麼 你就是盡量的模仿 慢慢的你就會發現你越來越像一個成功者 而且你說出來的話別人會幸福別人也會聽 好那再來我剛剛有提到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很認真的用產品 我也把產品分享給我身邊的人 但是大家好像都沒有感覺耶 大家有沒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有啊我覺得已經有給他牙膏牙刷 但是他也沒有說什麼啊對不對 我再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有一次我跟我女兒兩個人去逛街 然後逛著逛著就看到旁邊有一個攤位 變魔術的攤位 我們兩個就對魔術很好奇就停下來看了 哇大家可以看到那個變魔術的人啊 啾啾啾變出一朵花 一個這麼長的棍子吞下去了 我們兩個這樣看著這樣一愣一愣的 後來他就說 來這個魔術套組一組三千塊台幣 你們想買嗎 好啊 我就把它給買回去了 我當時的心態是什麼 只要買回去 我們就可以練習變魔術 下次辦聚會的時候我就可以表演魔術了 好 但是我換一個想法 如果今天我路過那個魔術攤 他就發了一個贈品給我 欸媽媽你好喔 這個是我們的小魔術道具 回去用用看喜歡的話 可以來跟我們買魔術喔 你們猜那個小魔術道具回家以後會被我怎麼樣 放在一旁丟掉 或者是拿出來玩玩玩玩個五分鐘 我真的會回去找他買那個魔術套組嗎 不會的 所以各位銷售要銷售的有技巧 你要現場就讓他感覺到 這個產品好有魅力 這個產品我現在就要帶回家 那只能透過什麼啦 只能透過聚會了 在愛多美最厲害的我認為 就是我們的清潔四件組跟我們的六部曲 只要你有時間用在一個人的身上 那個人就會變成你的會員 而且只要他會使用這個東西 他就會持續的跟你購買 好所以聽說辦聚會是很有效果的 所以我開始拼命的練習 找誰練習 照片有跑出來嗎 喔這我老公 找老公練習啊 他是對你最親近的人 你一邊幫他做臉 還可以一邊增加那個夫妻之間的感情 不是很好嗎 沒有老公的沒關係 媽媽你今天好辛苦喔 幫你做臉 從身邊最親近的人開始練習 練習你的手法 練習你在跟就是介紹產品的時候的一個表達 那你的家人會不會看到這個產品在他身上的改變 會 所以有很多的會員朋友都會說 我們家的人很反對我做直銷 我說你先不要跟他講事業 你先幫他做臉吧 每天每天幫他按摩 每天每天幫他護膚 總有一天他會看到我們愛多美的價值是什麼 他就再也不會反對你 搞不好他會把他的人脈都送給你對不對 好那再來呢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有兩個小孩 然後我又很想要衝刺我的愛多美事業 所以我必須要有比別人更勤快的手腳 我每天早上把小孩送去學校之後 我那時候老二還很小 我就要背著我的老二到處去跑聚會 然後可以找到一個朋友約的 我就跟他約這樣子 然後晚上把小孩送回家睡覺之後 不是送回家 送回家 然後安排他們睡覺之後 我要開始打 今天誰要買什麼 要看業績啊 然後會員要加入的時候 要用一些文件等等的 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能睡 那也會有覺得很累 我真的不想經營的時候 我跟各位分享 真的只要你出現我覺得好累 我不想做了 你手一停 業績跟PV有的時候也會跟著停下來 但是如果你在初期願意努力一點 衝刺一點的時候 業績就真的會跟著你跑 那你會說那我真的很累 我真的沒有辦法的時候怎麼辦 建議大家要學的孔明說的借力實力 所以在愛多美裡面想要停滯 想要放棄的人 我都會說 你趕快去找到一個 可以跟你一起在愛多美 手牽手走下去的人 因為這個人 你們兩個人 誰先背叛對方 就是叛徒 因為不想背負著叛徒這樣的名義 大家要不要往前走 要啊 這跟去健身房一樣你知道嗎 一個人去就會覺得 好懶喔 兩個人去看一看對方的顏色 還是去了對不對 在愛多美也是這樣子的 有一個屬於你自己堅固的團隊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下為大家介紹我的愛多美超級堅固的 黃金陣容 就是 就是我的姐姐跟我的妹妹 以及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呢 他從事直銷事業二十幾年 他對於運營這個組織經營這件事情 非常有一套 我們每次會員進來 分析一下說 欸這個會員呢 雖然是兼職 但是我覺得他很有潛力 那這個排線應該要怎麼排啊什麼的 只要問他 他都會給出你非常精闢的建議 我的大姐非常善於溝通跟人際互動 只要有我談不下來的會員 大姐拜託去幫我談一下 喔大姐出馬搞定 再來呢 我的小妹 她太厲害了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她比較年輕的關係 她的腦很好啊 我每次這個PV算不出來 喔我今天到底應該要補多少 我要碰30還是碰70 我這個什麼什麼什麼的時候 唉我來啦 然後她就開始幫我算了 借力實力可不可以 你們問我那我會什麼嗎 我什麼都會 他們會的我都會 只是我沒時間而已 沒有啦真的找到一個 跟你專長不一樣的借用她的專長 因為愛多美就是一個人經營兩邊 魚幫水水幫魚的事業對不對 今天你幫她明天她要不要幫你 要啊 以前我妹妹幫我顧小孩 現在她小孩出生了 換我幫她顧小孩啊 所以真的這個團隊是永遠不會 遺棄我永遠不會背叛我的一個團隊 這個是我很幸運的地方 唉跟你們說個謝謝喔 包括像今天我們就算是來到馬來西亞 其實我一個人來就可以了對不對 他們說不行啦 你一個人去他們不認識你 一定要皇家三姐妹一起去才可以 好了他們鏡頭很多了 不用再拍他們 在經過這一些調整之後 我發現我的業績真的有開始明顯增加的感覺 而且我的消費者也開始會為自己去尋找消費者了 那在慢慢的經營者一個一個出來之後 我發現呢 在運營組織的時候啊 也發現了這個董事長在安排這個組織 然後在安排這個獎金制度的一些小巧思 所以夥伴呢難免嘛 上下線之間有時候會有一些摩擦 會有一些爭執 但是我真的要非常感謝我過去在十年 在精神科工作的一個經驗 剛剛我們副社長在早上上課的時候 也跟我們分享了這個 human understanding對不對 他提到了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我自己認為我在這件事情上也做得相當的好 所以結合過去的專業跟現在的愛多美 漸漸的我發現 我已經可以把經營愛多美這件事情做得相當好了 那也漸漸的呢 有機會啊在教育中心 在研討會 然後在我們台灣的成功學院 甚至現在我站上了馬來西亞的舞台 這一切都非常非常感謝我身邊的貴人 給我一次又一次磨練的一個機會 但是呢不一樣的是我到哪裡 我都還是很堅持我自己的初心 我一定要親自培養小孩 培養陪伴我的小孩到長大 聽說小孩十歲就不會理你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希望在他們現在還小的時候 盡量的可以把他們帶在身邊 所以過去只要我去哪裡開會 就是帶著小孩在後面 那我覺得也要在這邊很感謝我的母親 雖然她沒有出來經營愛多美 但是我們家的小孩只要交給她 我們都會非常的放心 可以在外面就是努力我們的事業這樣子 好 最後最後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關於愛多美的價值 如果你現在呢還是 不管是你自己沒有看懂愛多美 還是你還沒有找到看懂愛多美的人 希望這一段話呢也會對各位是有幫助的 隨著現在全世界 講全世界有點遠 講亞洲好了 因為台灣跟馬來西亞的狀況 我覺得是差不多了 隨著這個AI的這個快速演化跟發展 大家知道ChapGPT嗎 你們知道ChapGPT現在可以幹嘛嗎 他可以幫你回覆你的email 他可以去幫你翻譯書籍 那他可以幫你寫歌詞 甚至他可以幫你寫論文 我還有聽說有人拿ChapGPT寫的小說去賣的 ChapGPT厲不厲害 厲害 所以像是董事長說的 以詩字背為主導的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過去我是職能治療師對不對 但現在我是愛多美的星光大師 所以現在不是只有低技術的低階勞工 或者是像是服務生啊或者是生產線的工人 覺得完蛋了完蛋了我要被取代了 現在有很多知識專精的工作者 比方說老師比方說律師會計師 也都有很重的那個我隨時就會被拋棄的一個危機感 好那你說勞工跟這個有智慧的這個知識者都很擔心 再來呢工作單位之內的這個世代衝突也很嚴重 我聽了很多像是老一輩的很擔心 這個自己的風頭自己的工作被年輕人搶走 那年輕人也很委屈啊 你一個老人家一直站在那個位子 我們年輕人要上身不容易耶對不對 好再來男人跟女人這件事情我們也來聊一聊 女人通常呢會為了家庭去犧牲自己的事業 變成了家庭主婦 那男人呢就是犧牲了家庭 一直追求事業上面的一個成就 長期下來說真的我們的經濟不但不會進步 而且我們會活得越來越辛苦 根據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呢 有一本書它也提供了三個很有用的方法 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我們必須要去改變心態 過去的我們呢認為國小再來就是國中 國中再來就是高中 高中再來就是大學 然後就要找工作 找完工作我就要生孩子了 生孩子完我要繼續工作 一直到我退休的那一天 以前呢我們認為人生就是直線性的 但是裕元今天要告訴大家 如果要適應新時代 我們就要去改變自己的想法 人生是階段性的 人生可能會有上升期 可能會有下墜期 也可能會有休息的時候 所以只要我們可以看清楚自己現在大概在哪一個階段 我們就可以很好的去應對我們的人生發生的事情 第二個我們一定要持續的學習 持續的進步 時時刻刻的讓我們自己在社會上是保有競爭力的 即便你今天只是一個在家裡帶孩子的女生 你都不應該讓自己都只有帶孩子這樣子的一個技能 你要時時刻刻的充實自己想辦法學習 第三點就是利用當代的資源去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在疫情過後大家知道是不是新興起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業 像是在台灣有Uber E的這個美食外送 那你們是用Grab送嗎對不對 像這樣子的一個食物外送 或者是像現在之前因為疫情 然後大家是不是都在線上做學習 所以像Zoom這樣子的一個線上的軟體 也因為時代的改變而產生了 甚至變成一個很紅的一個軟體 所以根據時代的變遷我們要學會這件事情 但是你說 蛤可是我是一個沒有資源的人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去結合當代的資源 去創造我人生更多的一個可能性 我要告訴大家愛多美幫大家做到了 今天董事長就已經看準了網路直送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新的一個消費模式 他已經幫大家準備好了一個好的平台 那剩下就是我們自己要怎麼做了對不對 第一個我剛剛說的改變心態 人生是有階段性的 那麼愛多美能不能視為是一個人生新階段的開始呢 當然可以 那我一定要拋去我過去的生活 我一定要辭職了才能做愛多美嗎 不用欸 你可以早上上班 晚上下班了之後 你只要堅持分享三個人愛多美 這個人可以是你表哥 這個人可以是就是你樓下早餐店的阿姨 這個人可以是你傳一個line說 欸同學好久不見了最近好嗎 可以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只要你一邊做著自己本來的工作 然後一邊為自己開啟更多愛多美的資源 在愛多美你們絕對是可以兩者折二的 好第二點剛剛預言講到的 我們要不要持續的學習進步 在愛多美我們一樣要持續的去學習跟進步 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像我們現在呢在吉隆坡這麼 這麼繁華的地方 這麼漂亮的場地 這麼舒服的一個溫度 我覺得就算只是不想去外面曬太陽進來做 我覺得都可以 好吉隆坡真的好熱啊 就進來吹吹冷氣吧 持續的學習 但是學習要做到什麼樣子的地步 像過去預言啊 對保養品是沒有那麼多知識的 但是現在我為了要可以分享 我去學了好多跟保養品有關的知識 我去學怎麼樣教我的會員化妝 我甚至去學怎麼穿衣服 這些要不要學 只要你要走出去當愛多美的那個門面 你就要做到這些學習 那麼學習到什麼樣子的階段 完全是根據你覺得愛多美這個事業 有多大的可能性 如果你只是把愛多美當成一個 我就一個月一碰 兩個月一碰 這1000多塊新台幣的一個事業 那你就做一點小小的改變 學習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認為愛多美是一個 可以幫助你賺到五位數的事業 那麼你要不要為了它多付出一點啊 我聽說有很多人約不到夥伴 來參加我們的成功學院 但是如果今天愛多美是一個 這麼大的事業開股東大會 你能不來嗎 不行吧對不對 所以完全是看準 你自己看愛多美這個事業的角度是什麼 最後呢 我們要利用當代的資源去創造新的可能 當你已經開始漸漸的累積了你身邊的消費者之後 你要不要往外去找屬於自己的經營者 你可以去思考你的資源是什麼 有一些人呢 口袋比較淺 沒有那麼多的資本 那我就是繼續的去發展 所謂我的社區型的愛多美 有一些人呢 比較有錢了一點點 他可能往北跑往南跑 他把自己的愛多美做到整個馬來西亞 有一些人呢 靠著自己本來打的底不錯 我已經有更多的金額了 我要飛出去台灣做愛多美可不可以 我要去中國大陸做愛多美可不可以 這個時候你的愛多美就變成了國際性的愛多美事業 所以育園剛剛提到的 利用你身邊的資源去開啟你愛多美更多的可能性 完全取決於你自己的條件 好那分享到這邊呢 今天希望育園的分享我的故事 我們家的故事 然後我自己在愛多美出奇的一個經營 希望有就是給予到各位一點點小小的建議跟心得這樣子 很多人跟我說 育園星光大師你下次要再來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見 不要我們在愛多美的頂峰上見 掰掰